主打小尺寸大跨越 外型有点类似iPhone 这是中国大陆品牌 小米新机上市的宣传 从萤幕外观到性能 号称有跨越式的升级 日前开卖五分钟 销量就达到上一代的六倍 也就是超过了100万台 开卖前四小时 刷新中国大陆四大电商记录 甚至金刚平台显示 小米14的收销量超越了iPhone15破 苹果新机开卖时 虽一度造成话题 但是在中国大陆却卖不动 甚至罕见的加入双十亿的促销 最大降幅约3000台币 三段会放软 是因为中国大陆经济放缓 以及华为来势双双的双重打击 拖累了苹果的财报 营收连续第四季下滑 画质地方分析 中国为了报复苹果供应链出走 霸凌苹果供应商 像是拿富士康开刀 查税恐怕下跑了更多外资 不过针对外传的补税 1800亿人民币 约2万个足球场大的土地 被收归国有 富士康罕见的在官方微博辟谣 各别四媒体 无端造谣 11月2日晚 富士康科技集团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 近日网传富士康被彻查 需补税1800亿 约2万足球场的土地 将被收回国有 等内容的消息均为谣言 各别四媒体 无端造谣声势 肆意捏造事实 在多平台渠道 发布失实内容 严重击害了我集团声誉 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 性质极其恶劣 苹果从供应链到销量 出现旋律 另大主因 是美中两强相争 催出中国的人民爱国心 让本土品牌受到追捧 根据2022电商报告 只要标榜国货 销量年增110% 更占据9成的热销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